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市场调研机构Counterpoint Research最新公布的研究报告指出 2025年第一季全球晶圆代工2.0 即方坠2.0市场营收达72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3% 主要受益于AI与高效能运算HPC晶片需求强劲 进一步推动先进制程如3nm与4nm与先进封装技术的应用 晶圆代工2.0概念是由台积电在2024年7月的二季度法说会上提出的 相对来说传统晶圆代工的概念仅局限于晶圆制造生产代工 但如今随着晶片制造越来越复杂 晶圆代工厂也早已脱离原本单纯的晶圆制造代工范畴 整个生产过程中实际上还包括了封装测试光照制作与其他部分 比如现在的很多的AI晶片和高效能运算晶片 台积电不仅提供了光照制作晶圆制造服务 还提供了先进封装以及测试服务 另外一些IDM厂商也有开始对外提供晶圆代工伺服器 这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原有的对于晶圆厂代工 外包封测厂和IDM的定义 因此台积电认为晶圆制造2.0包括封装测试光照制作与其他 以及所有除记忆体晶片外的整合原件制造商IDM 这样定义更完整 在台积电看来 新定义更能反映台积电不断扩展的市场机会 Addressable Market 但是台积电只会专注最先进后段封测技术 这些技术将帮助台积电客户制造前瞻性产品 所以从整个一季度的晶圆代工2.0市场来看 市场营收达720亿美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13% 如果从细分市场来看 传统晶圆代工市场营收同比增长了26% 非记忆体类IDM市场营收同比下滑3% 封装与测试OSAT产业表现相对温和 营收同比增长约6.8% 光照Photomast市场则因2奈米制成 推进与AI Chiplight设计复杂度提升 而展现出良好任性 同比增长3.2% 从晶圆代工2.0市场 各主要厂商的市场份额来看 Counterpoint Research的报告称 台积电凭借其领先的先进制成 与先进封装能力 在第一季的晶圆代工2.0市场的份额 提升到了35.3% 不仅稳固其市场主导地位 也大幅领先整体产业成长幅度 另一方面 台积电还声称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光眼膜制造商 并且光眼膜领域也是方坠2.0的一部分 该公司能够在该行业占据主导地位 Counterpoint Research研究副总监 Brady One指出 台积电持续扩大其先进制成领先优势 市占上升至35.3% 营收年增超过30% 领讨市场 由于晶圆代工2.0概念 包含了非机翼体内 IDM和先进封装 所以 即便是英特尔的晶圆代工业务 尚未获得重大突破 但是其凭借自身的处理器制造 及先进封装业务 使得英特尔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的 晶圆代工2.0厂商 占据了整个市场 6.5%的市场份额 这个份额与去年四季度相比 增加了0.6个百分点 与去年同期下降了0.3个百分点 相比之下 其他非机翼体类IDM厂商 如Infinian 英飞零 TI 德州仪器 NXPN 之谱 与Renesis 瑞萨电子 则因车用与工业应用需求疲弱拖累 市场份额同比有所下滑 其中 Infinian 在一季度晶圆代工2.0市场的份额 环比增长0.3个百分点 同比下滑0.5个百分点 至5.6% 排名第五 TI 则环比增长0.4个百分点 同比下滑0.5个百分点 至5.2% 排名第六 封装与测试 OSAT产业当中的日月光 锡品与安靠AMKER 因承接来自台积电 AI晶片订单的先进封装外移需求 受益明显 其中 作为OSAT龙头的日月光 在整个晶圆代工2.0市场份额同比下滑0.4个百分点 环比增长0.3个百分点 至6.2% 排名第三 虽然三星是传统晶圆代工市场的第二大厂商 但是由于其在晶圆代工2.0所扩展到的先进封装 非记忆体类 IDM等市场的薄弱 使得其在晶圆代工2.0市场份额 甚至低于半导体封测大厂日月光 即有5.9% 同比下滑0.3个百分点 环比增长0.1个百分点 排名第四 Counterpoint Research资深分析师 William Lee则表示 AI已成为推动半导体产业成长的核心动力 正重塑晶圆代工供应链的优先级 进一步强化台积电与先进封装供应商 在生态系中的关键地位 展望未来 晶圆代工产业将从传统的线性制造模式 迈向晶圆代工2.0阶段 转型为一个高度整合的价值链体系 随着AI应用土及 Chiplet整合技术成熟 以及系统级协同设计的深化 有望引领新一轮半导体技术创新浪潮 在此背景之下 台积电2奈米制程将量产 2028年底月产能将获达20万片 据供应链消息 台积电新竹宝山2奈米厂Five 20 2025年第四季月产能将达到4万至4.5万片规模 2026年底至2027年达到约5.5万至6万片 高雄厂Five 22将成为2奈米扩产中心 分6阶段建设 P2厂在2025年底就会有1万至1.5万片产能 随后P3至P6厂将陆续启用 2026年至2028年底产能将分别达到5万至5.5万片 8万片 14.5万至15万片 整体来看 台积电2奈米月产能最快于2026年底超过10万片 2028年总计达到约20万片 此外 未来美国厂也将生产2奈米 客户方面包括AMD 苹果 高通 联发科 Marvel 博通 比特大陆等众多一线大厂 业界人士分析 以往台积电每一代新制程 初期月产能大约都5万片 之后逐步增至14万至15万片 2奈米却是直接要冲上约20万片 是台积电经过精心规划的 一是2奈米采用全新的GAA架构 因投资金额庞大 台积电提前布局 而其他竞争者 如三星 英特尔 Rapidus等 在良率 产能扩充 及生产稳定性上 仍有差距 暂不及进入下一代制程 分析师进一步指出 台积电先进制程遥遥领先 但同时也面临海外设厂所带来的压力 2奈米制程是代价高昂研发的 然客户对2奈米需求强劲 因此台积电希望客户 能够在2奈米制程停留久一点 避免带来更多成本压力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